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在地 花莲在地的客家您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您的了解是什么 我是当过民意首长 行政首长 党务主管 民意代表 还有社团理事长 不只行政历练 我几乎所有职位的历练都充足 政治任务要像我这样 我只剩下军方还没有做过 其实大部分都做过 历练相当完整 那对客家 在我的印象当中 他是一个非常优质 勤 勤俭 然后认真努力的一个族群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族群 然后非常的这个朴实 然后非常的顾家 顾家 而且对对整个族群 个人家庭到族群 非常重视民意 民意 民意 还有整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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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的这一种阶级也好 或是整个融合度也好 是一个不错的人文的一个族群 那未来如果您当选了县长 您觉得花莲在地的客家的文化传承 还有语言 这些方面的推广 您觉得可以怎么做 一个城市的可贵 就是回到原点 就是真善美 那客家族群都具有这一种 都具有这一种特色 都具有这一种特色 那我想这个怎么样 怎么样恢复到我们以前 以前这种客家庄的 客家村的这一种这一种人文这一种长辈 然后从个人到家庭 到整个宗族 就是整个宗族 再重新的把它们串联整合 然后把我们客家村的人文特色 文化价值 然后客家轻轻打招那种精神再重新找回来 这是有机会的 那另外一个是推动客家文化观光产业园区 这个是对外的 这是对外 一个是对面 一个是对外 这个要分开的 那其实重新找回人性的价值 重新认主归宗 重新发挥我们自己独有独特的这个文化 我想是未来都市要走的路 如果不只是看客家的方面 就是整个花莲县 您觉得您这样讲 您最主要的证件是什么 花东郡 你可以跟观众多解释吗 花东郡它是希望 我们是用离岛跟偏远地区特别条例 然后向中央来建议 希望能够成为台湾的第七都 虽然人口不是很多 花东大概57万 但是面积我刚刚讲的 占了我们台湾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三 我想用偏远地区跟离岛条例的特别条例 来成为让花莲跟台东成为一个特别 经济的人文的一个行政区 它不同于别的地方的观光 不同于别的地方的经贸 然后不同于别的地方的环境 然后不同于别的特色产业 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 条件在哪里 我们地广人稀 是最好经营城市的一个好地方 包括基础工程 你像现在北中南的基础 我们的都市计划 其实都是先有 有都市才有计划 那我们这里可以先有计划 我们不一定要都市 但是我们这边会成为一个 这个世界最真的一个城市 最真 就是反普归真的真的一个城市 您不断提到反普归真 其实对都市人来说 来到花莲是蛮反普归真的感觉 但是对您来说 现在并不是反普归真的花莲吗 现在不像 为什么 是不像 因为他想 他又想要进步 又想要繁荣 然后他他又想要盖大楼 然后这个很虚滑 很虚滑 很虚滑 没有没有很实在的一面 尤其像 这个讲人好吗 可以批评 看你了吗 我们的县长是 他说他是客家人 我看他好像不是客家人 他比较虚滑 比较短线 面对您这次 现任的县长 他其实以外界人在看媒体报道 其实会觉得 他一面是非常大的 然后满意度是非常高的 那面对这样子很强势的对手 您怎么看您的选情 我对我的选情是相当乐观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有正义 有是非 我们以往在选举都沉溺在 沉溺在说 你有没有这个 这个很多钱花啦 不是买票 就是说很多钱花啦 然后呢 你只要 只要常接触 这个就会投你 这是以往基本的条件 但是现在不同的氛围是 你现任的执政者 你有没有把人民照顾好 你用这种职位 然后来磨你一己之私 然后来得到你自己的利益 然后把外面这个粉饰太平的很好 我想 这跟我是南辕美则 跟我完全是不大调 所以这种虚乏 这种空洞的政治学 造神的政治学 这是短期的 这个名后人心的政治学 我们是不认同的 而且我很有信心 这一句